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來看這個立憨宜國民黨團 說這個調子委員要任職 民眾黨 老叔保還公開來押了 說可能會把 在政委員會任職王三三 結果老叔保辦公室的定位 讓部門的支持者卡到拼 老叔保將緊急在民室 帶出到推基書 證明他本地是支持老民宅來做調子委員 老叔保今天又來表習 說支持者反對 不是只反對到財委會調委 而是反對到民眾黨 但是他尊重東團的決定 那王三三是嫁條來表習 說感謝到國民黨的選議 不過他說東團時間 都用聯絡的官党 每天保持密切來交通 不要一直都用這種押了的方式 國民黨立委他老叔保 拿出手法給他的認輸 傳給他的消息 聲說聽說 在政的調委員會任職王三三 既然不支持 而且會有效果 昨天非常這個猛 這個幾十通話 這個電話 一直我們的人都接不完 不是只有反對 所有財委會的招委而已 不是喔 他們是反對 力量 力量 招委給民眾黨 但是公司營的決定 不是黨團的一分子 我無條件的支持 官兼北會 因為今年一天 老叔保 告訴你國民黨 任職會 可能就是財政委員會 任王三三的消息 一個出來 他們去記載的部分 我們沒有老叔保 官兼在臉書 爆出他的推薦書 證明說他支持的是 露面材 謝謝國民黨的善意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他們 大家每天都在用爆料的方式 因為我們黨團 有黨團的溝通管道 我們都有保持良好的溝通 包括交通委員會 其中民眾黨立委 任國勝 今天被點名 可能代替國民黨 打算先做調委 不過不管是哪個委員會 任調委 這個事情幾十都很不滿 國民黨前秘書 就是李勤劉 也說黨委說 國民黨搖架不快 讓人不去 要再替人選擇 希望我們先保持 國民黨的主體性 實際上面 我們在各個排案 或是議題的審議 上面來說 都還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空間 其實反而 不禮讓以後 我們雙方有更多的合作空間 面對基礎的部分 如果要開業立委 要很大 如果要在國會 可以合作 日本人在日後的調委選舉 就看得出來 哈囉 我是主播王韻竹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華誌新聞YouTube頻道